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应该将一切忧虑赦给神 因为父非常关心你们 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是那位满有慈爱 满有生命 满有公义的主 当我们在忙乱迷失的时候 求主借着圣灵 教会 圣经的教导 弟兄姊妹的扶持 让我们可以重新聚焦在主你的身上 借着主 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可以安然地度过每一天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供应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借着主的爱 永不缺乏 我们再次献上感谢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祷告 耶和华 耶和华 我负 我的依靠 在主手里 我永不保证 耶和华 基督 我的供应 在一年里 我永不缺乏 要我还我负 我的依靠 在主手里 我永不保证 让我心清 更恩准 他有无限方夫 自我 美好人生 让我口歌 更恩准 他有无尽的爱 但令我 永不可天 但令我 永不可天 在一年里 在一年里 我永不缺乏 在一年里 我永不缺乏 自我 自我 美好人生 让我 我口歌 更恩准 他有无尽的爱 但令我 永不缺乏 让我心清 更恩准 他有无限方夫 自我 美好一生 让我口歌 更恩准 他有无尽的爱 但令我 永不可天 但令我 永不可天 永不可天 我心烫着 我心烫着 你闯意多么奇妙 你猝耳多么奇妙 星光闪上 你幻想穿上 你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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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奇妙 星光闪上 世看宇宙 听到那轰天雷下 心底惊叹 做物主的伟大 来送拜主 胜着的真众生 主在生命 其真伟大 来送拜主 心跳动参众生 伟大救主 天公上帝 基督生命 天上要今生受死 牺牲一切 为丹当我宗醉 因天方誓 爱与树心底流露 写几滴爱 文章可以领悔 主张显然 接我到天家那边 天君宽畅 纵赞天国露面 我要赞助 我要赞助 你似永生的旧人 一生歌唱 为高居你国度 来送拜主 来送拜主 心着弱参众生 主在生命 你真伟大 来送拜主 神着弱参众生 守着弱参众生 主在生命 祈真伟大 来送拜祝 仇跳动赞组伤 伟大救主 自公上帝 伟大救主 自公上帝 伟大救主 自公上帝 天父当我们想起你创造的伟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不得不开口地赞美你 主要你不单止是伟大之高的上帝 你亦都是爱我们的神 主要我们知道今天 可能我们仍然是活在很多困难 很多的软弱当中 甚至可能我们当中 有人可能仍然未完全认识你的时候 主要我们都知道 我们愿意去打开我们的心的时候 我们愿意去悔改的时候 我们知道可以借着你的恩断 我们可以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 我们都可以从你以来 可以得到平安和盼望 愿我们再一次地求你 去在这一刻 去安静去牵卑我们的心 愿我们继续地 去抱着一个感恩喜乐的心 我们继续向我们诗歌 去敬拜 感谢你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以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以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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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is is amazing grace 各位兄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汇点教会梁牧师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网上崇拜 8月9日下个主日的网上崇拜的时候 就会是我们一季一次的主餐主日 我们都会在网上守住餐纪念柱 你的区域应该已经给大家发出一些指引 教你如何在家里面准备首餐所需的物品 请大家准备好下个主日一同的首餐纪念柱 我们感谢主我们Orange Kid的暑期网上修活营 已经圆满结束了 今年我们有接近150位小朋友参加 而上星期的报道会 总共有58位的小朋友决志要跟从耶稣 其中10位是第一次决志信主 我做了一次感谢家长们的信任 以及40多位的弟兄姊妹 投入协助带领服侍 教会的事工领袖学院已经成立了 感谢我们学院蒙金门神学院的认可部分学分 可以用作神学院碩士课程的承认学分 8月份和9月份我们将会有课程开班 会议粤语受课 欢迎大家更多了解学院的资讯 或者向李叶基牧师查询 下个主日就在空中和大家见面 今天我想和大家解释耶稣的一句说话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 人若不从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和修本有一个注脚 从生或译作从上面而生 也就是说 人若不是从上面而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大部份英文译本从生翻译为born again 希腊原文是Janethe Anothen Janethe的意思就是born Anothen也是一个ad word 是一个副词 可以翻译为again,anew 也可以翻译为from the above 所以用比较通俗的中文 Anothen的意思就是从头或者从上头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四个角度去思想这句说话 第一,什么是从生 第二,什么是从上面而生 第三,什么是见到神的国 第四,哪个翻译从生 还是从上面而生比较准确呢? 对这些词语有清楚的定义和准确的翻译 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这句说话 尤其是今时今日 重生,born again 是一个美国文化当中被误解和滥用得很厉害的词语 所以准确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 1976年曾经因为水门案Walter Gater入狱的Chuck Coulson 出版了一本暢销的书叫做born again 描述他个人悔改的经历 同一年,Jimmy Carter竞选总统的时候 接受Playboy雜誌访问 宣称自己是一个born again的基督徒 之后,美国的基督徒就越来越多人自称是born again 按Gallup民意调查,从1991年到现在 每年一直有至少四成的美国人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 同时,美国有六成半人自称是基督徒 所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基督徒不认同born again这个标签 也难怪其余的三成多的非基督徒 用一个政治的有色眼镜来理解或者误解 重生这个基督教术语 其实在基督教的神学当中 比较正规的术语是regeneration 通常在中文也是翻译为重生的 不过不同的宗派传统对regeneration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不明白各种的分别 就算是自称重生的基督徒之间 亦都很容易变成是鸡和鸭港 所以我们首先想想,什么是重生呢? 中文和合本重生出现在三个地方 除了约翰芳第三章、第三、四、七节之外 还有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 以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和二十三节 三个地方用字是不一样的 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生 这里用字是peligenesia 英文通常翻译为regeneration 亦都有翻译为rebirth 或者new birth 比特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和二十三节 原文用字是enogenesis 英文翻译为begotten again, born again 或者new birth 第三节 父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 耶稣基督从死人族复活 重生了我们 二十三节 你们梦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上全的道 比特描述重生 是被天父所生 所以从上头而生的意思 是包含在重生当中 但是peligenesia 或者enogenesis 都有这个再一次生的意味 在当中 透过听道 让心灵得到洗滴和更生 保罗在这里 将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生并排 重生、水泼和淑灵的更生 明显是有些关系的 耶稣对尼哥的底部 在约翰芬第三章第五节 也有提出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但是究竟重生、水泼和圣灵的更生之间 关系是什么呢? 不同的中牌传统 就有不同的见解了 罗马天主教的看法 洗礼就会导致重生 天主教教理宣称 藉着圣洗 我们从罪恶中获得解放 重生为天主的子女 圣洗是在圣言中 藉着水而重生的圣事 藉着圣洗 一切罪恶包括原罪和本罪 甚至应受的罪罚都获得赦免 天主教教理认为 婴儿洗礼也可以导致重生 婴孩在诞生时已有堕落的人性 并被原罪所沾污 因此他们也需要在圣洗、圣事中重生 但天主教认为 洗礼只是一个救赎的开始 不能够确保一个人得救 得救还要一生的努力 做足够的善事才能够清义 他们回应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 基督教的宗教改革 罗马教廷在《Council of Trent》 天特会当中有一个议决 如果有人说 谁是重生或被清义的 他肯定自己是预定得救的人 让他被罪咒 罗马教廷要特别回应这一点 是因为基督教、宗教改革家 坚持重生是神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 真正梦神简选重生的人 必然是被清移的 不可能失去救恩 改革中广泛被接受的一个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 用一个战争来比喻救赎 在这场争战中 那残存的败坏 可能暂占优势 但因为基督成圣的灵 不断加力量吸人 那蒙上帝重生的新人 必定得胜 改革中 反对 洗礼就等同重生 因为洗礼是人的工作 重生是神的工作 轻视或忽略洗礼是大罪 但恩典、救恩和洗礼 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不能说 人不受洗就不得救 或凡受洗者 都是重生的人 十世纪的宗教改革家 仍然保留婴儿洗礼 因为反正婴儿洗礼 和成人洗礼 都不能保证重生的 都只是一个教会的祝福 所以他们鼓励那些父母 事但一方面的 如果是信主的 都可以给那些婴孩做这个受洗 但承接这个宗教改革的传统 浸信会有些不同的看法 浸信会也否认洗礼能够导致重生 但相反 浸信会认为 只是证明了已经有重生的信道 才应该接受浸礼 怎样知道一个人真的有重生呢? 就是看他有没有悔改 和有没有信主 南方浸信会神学院 第二任的校长John Brodus 这样解释 重生,regeneration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重生就是神让一个人再次被生 born again 是否必须有信心才能够重生呢? 不是 只是有新的心才会悔改和相信 重生的人得到一个新的心 这个新的心 是包括悔改的心和信主的心 所以真正重生的人 会在行事为人当中厌惑罪恶 信赖耶稣的赦免和大令 在这个观念上面 我们的看法是重生出于神的恩惠和简选 美南浸信会的浸信会信仰正义 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是这样解释 重生或新生 是神恩惠的工作 藉此信徒在耶稣基督里成为身造的人 简选是神恩惠的目的 神藉此使罪人重生 清义、成圣和得荣 简选是神主权荣耀的彰显 是神无限智慧、圣结和不能改变的 承接宗教改革的传统 《纯独惠里》中 亦仍然接受婴儿洗礼 但他们强调成人重生的经历 1738年5月24日 约翰·维斯利 那时已经传统了很多年 他散布到一个聚会的地方 有人正在朗读 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聚言 维斯利坐在后面听 心里面突然火热起来 那时是8点45分 他经历到重生 所以维斯利认为 在那一刻 我真的相信耶稣卸灭了我的罪 我真的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 从此维斯利认为 就算是一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 仍然必须要追求 这个确定自己是重生的经历 秦道维利公会定5月24日 为约翰·维斯利的重生纪念日 就是要透过维斯利的经历 提醒基督徒追求重生 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评估这些神学的观点 不过卖一个广告 想了解多些教会历史和神学 考虑一下参加我们即将开课的 会典时工领袖学院 就可以深入研究了 综合来说 简单来说 不同的传统都肯定 重生在圣灵的工作当中 分别主要就是什么呢 就是促使圣灵做这个重生的工作 究竟是什么 罗马天主教会认为是洗礼 改革中强调的是神的恩典和简选 纯道为理中强调是个人对重生经历的追求 浸信会是什么呢 浸信会传统里面有人倾向是改革中 有人倾向是为理中 但是浸信会传统最留心的 其实不是重生的背后原因 而是实际上我们如何认出真正重生的人 可以让他接受浸礼 用耶稣在第八节对尼哥底部讲的话 来解释 风吹着以思吹 你听见福的识音 却不知道是从那里来往那里去 犯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就正如风从哪里来去哪里 其实没人知道 圣灵何时何故去启动一个人的重生 其实也没人知道 但是风的声音是能够听见的 从生的结果 人有一个新的心 包括悔改的心和信主的心 是可以主观见证、客观严证的 在二十和二十一节里面 若安芳就这样解释 犯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就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所以爱慕真理、恨惡罪恶 就是一个重生的人应该有的自然取向 这样就来到第二条问题 什么是所谓从上面而生 或者从上头生 从上头生 意思就是从神那里生 所以是神的儿女 意思也包括是从圣灵生的 所以是属灵的生命 在第六节耶稣解释 从肉生生的就是肉生 从灵生的就是灵 肉生生的 就算可以给他多次 仍然是肉体 只是有从灵生的 也就是从上面生的 才会是属灵的生命 这个区别非常重要 重生不是第二次机会 重生更重要的是第二种的机会 因为属灵的生命 和肉体的生命 是两回事来的 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那里 开门见山地说 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老师 因为你所做的一切的神迹 如果没有神同在 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 这句话 其实尼哥底母暗示了一条是非题 true or false 你是从神那里来的 对不对 如果我说得适合 其实尼哥底母就是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怎样找到神的 神的国在哪里 我们怎样可以找到祂 耶稣明白 尼哥底母的意思 他就回答 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 一个人如果不是从上头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了 如果你这样理解这句话 耶稣其实也是暗示了一条问题 尼哥底部,你想知道我在哪里来 让我先问你,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来 你以为我是从上头来的,你呢? 在新学圣经当中 阿尼范翻译为从上面,从上面的例子是比较多的 同一章,约翰坊第三章31节 就是一个例子 从天上来的事,在万有之上 另一处约翰坊第十九章,耶稣对比拉多说 若不是从上头刺及你的,你就毫无权并伴我 马帝坊和马可坊也有用过Anothen这种字 忽然,殿里的万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雅各书都有 各样传备的上次,都是从上头来的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路加用Anothen有表达过 时间上的起头,所谓从起头 from the beginning的意思 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司徒行传》,保罗里面的感觉是老家写的 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作了 法利采人 And then,有重复,重头再来的 Again的意思 在《新药圣经》里面,其实只有加以太书 第四章第九节 怎麽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逾弱的小学 情愿再给他作奴博呢? 留意,路加和保罗的读者主要是外邦人 但前面那个从上头来的 用这种字,用长远来的马太、马可、雅各 我现在说约翰、耶稣 都是讲亚兰文的犹太人 尼哥底母亦是一个讲亚兰文的犹太人 有可能耶稣和尼哥底母那晚聊天 用亚兰文都不认识,没有人知道 有一本来自敘利亚,翻译为亚兰文的约翰福音古卷 And then,翻译为Melderesh 直译为中文就是从头,from the head的意思 亚兰文的意思是从头,就是从上头而来 所以综合来说,其实有些证据 他们的意思是从上头而来的 约翰丰第三章的语境,所谓上文下理 围绕的问题就是神国那里尋 Where to find the kingdom of God 耶稣的意思大致是,你那个底母 我知道你跟所有的犹太人一样 努力想见到神的国 但是望穿收水,仍然见不到 你有没有想过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神的国不存在呢? 是不是因为神的国很遥远,你看不到呢? 或是其实神的国一直都在你面前 只不过是你见不到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从上头生的 为什么你会见不到神的国呢? 这个就是涉及第三条问题 何谓见神的国 有一次法律塞人问耶稣 神的国何时来呢? 耶稣回答说 神国的到来不是眼所能见的 没有人来上说,看这里 或者看那里 因为看了,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最后一句 又有可以翻译为 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其实神的国是否在天涯海角呢? 还是神的国一直都在人的面前 只是人有些偏见对神的国示弱无睹呢? 重生的结果 除了使人有一个新的心悔改相信 亦是使人有一个新的视觉 一个新的世界观 有些其他人看不到的事情 重生的人可以看见 譬如在重生人的世界观当中 就见到多一些神的公义 多一些神的慈爱 神的国正在降临的迹象 今天在YouTube听说到的 我想总是有些是非基督徒的 这个所谓新的视觉 是很难解释的 只能够用一个比喻来体会 这里有一幅图 里面有16个圆圈 给你10秒钟时间 你尝试一下看不看得到 不用担心 这个只不过是比喻 看不到就不代表你没有重生 不过我发现有些人一眼就看得到 有些人看来看去也看不到 你看到的就可以说是有一个新的视觉 不是这幅图画自己变了 也不是你对眼好像没有了近视 这幅图画自己变了 新的视觉其实是你的大脑视觉神经系统 这些pattern recognition有些改变 使你看到一些原本是看不到的东西 熟灵生命的新的视觉 新的世界观就有些类似 还没看到那个16个圆圈 不要紧 这个YouTube视频是来的 所以稍后回来再看 再不是找一些亲戚朋友 帮忙分享YouTube链 让你的亲戚朋友看看 看看他们是否看到 上个月 苏永瑞牧师帮我们讲解这个约伯记 约伯故事的高潮就是 约伯最后一句说话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护自己 在尘土和奴灰中懊悔 这个就是约伯的新视觉 约伯和尼哥底部一样 一直在约伯记里面问 哪里where的问题 神在哪里 神的国在哪里 神的公义词在哪里 找得很辛苦 但很奇怪 当耶和华在旋风当中 当这个新的视觉 比了约伯之后 约伯第一个反应 是厌护自己 两个星期前 《粤语崇拜讲道》我解释 耶稣在《路加福音》 十四章二十六节说 如果有人到我这类来 而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 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生命 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是中文和合本圣经中 《恨》这一句字翻译为 爱我即是爱耶稣 超过爱自己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比较牵强的意义 大部份英文的翻译 无论是直译或是意义 都是用hate这一句字 有些学者认为 耶稣用的是犹太人拉比 夸张的修词 即是耶稣不是说真的 只是夸大一点 大概中文和合本翻译时 都是这样看的 但我认为其实耶稣是实话实说的 耶稣其实按照门徒必会经历的感受 来说这句话 当一个重生的人 得到新的视觉时 自然会悔改厌护自己 因为他在眼前 有一个比自己更配得爱的主人 当一个人看到一个比现在这个世界 很无限倍的新天新地 怎可能不会厌护 这个走向灭亡的世界呢 所以我那天说 我老婆最讨厌的是我 因为因为我开玩笑 其实我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我说我除了最讨厌自己以外 最讨厌我的老婆 也没有夸大 正如我觉得耶稣没有夸大 她不是开玩笑的 我女儿Karis今年入大学 读音乐 她的中提琴教授非常关心她 Summer已经开始帮她私人教授 这位老师 第一课教Karis 要她看着快镜连琴 才可以观察到自己 尤其是Boeing 推工、拉工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人总是见到其他人的问题 总是见到世界的问题 但是不一定见到自己和自己的问题 人在一个黑暗当中 当然什么都见不到 但是有一些光明 亦不一定看到自己的 当一个人重见光明 在一面镜子里面 看得清楚自己的丑陋的时候 那时候终于有一些自知之明 灰改就是自然的事 所以我想如果有些冲动 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譬如想你捏死你老婆的时候 最好找一块镜子 问一问自己 为了镜子里面那位人兄的快乐 得罪神 值不值得? 你为了那个其实你也很讨厌 想捏死很久的一位 永久性损害 你和永生神之间的关系 值不值? 何必因小失大呢? 这个就是天国经济学当中 见到神的国 这个新视觉 给我们新的代价衡量 来到最后第四条问题 哪一个翻译 从生还是从上面生是比较准确的呢? 总括前面我零零碎碎地说 其实知词翻译 为从上而生 born from the above 的理由有几个 第一 在意义上 圣灵生的就是上面生的 肉体生的 重复的做一次仍然没有分别 所以如果主要是从上面生 意思就是从神里面生从圣灵的生 第二 在文字上 Anothen 这个《新约圣经》的用法 是比较倾向的 如果我再想一下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古代亚兰文译本 Anothen 翻译为Melderuch 从头生 就更加是贴切这个意思 第三 我们看看这里若汉芳的语境 就是这个上文下的这个 context 围绕的是神的国在哪里的问题 不是时间过程的问题 尼哥底母问的是这一条问题 耶稣当然也是回答 是哪里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完这个上文下理 用这个从上头生 最能够前后呼应的来看 相对来说 支持翻译为born again的理由 其实最主要是一个 尼哥底母似乎是这样理解 和合本第四节 尼哥底母对他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 岂能再进 母伏生出来吗 但其实和合本第四节的翻译 有一些滑蛇添足 第三节 和第七节里面用的这个 在第四节其实是没有的 如果你看看英文近代的翻译 例如NIV、ESV、CSV都没有 born again的这个词 第四节第一个的翻译 是没有again的 第二个的翻译 也没有again的 里面第二次是enter的adward 不是born的adward 所以不能一口咬定 就是尼哥底母理解耶稣 说的是born again 而且在第七节 耶稣没有说尼哥底母误解了他的意思 耶稣只是说尼哥底母 你不要觉得奇怪 我说你们必须从上头生 你不要惊讶 所以尼哥底母并不是不明白 耶稣字面的意思 只是他不能想象 耶稣说的是事实 所以我这里给大家的结论 就是尼哥底母第三章 这个Janetheis Anothen 翻译为从上头生 是有充分的理由 至少是一个不可以排除的可能性 你说咬文着字了半个小时 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性呢 是不是圣经没有重生这个观念呢 当然不是 一开始我已经指出 提多书和彼得前书都有用重生regeneration 这里说的是从上头生 其实也是重生在彼得前书 在提多书里面的一个描述 所以我们不是要否定重生这个观念 而是要比较准确定意 究竟重生是什么 在美国流行文化当中 重生born again 很多时候吻含的意味 就是第二次的机会 second chance 第一次不成功 所以再来一次 问题是第一次不成功 再来一次 再第三次的机会给到你 是不是一定会有分别呢 重生不是反怒还同 吃过一尾微再来一次 again and again 如果重生只是这样的时候 永生就是永不超生 前面那个你很讨厌的自己 就永远在你面前 重生不是第二次的机会 是第二种的机会 另一类的机会 重生在这里说是借着水和圣灵生 所以重生是灵生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水意味是空虚混沌 未有形体 所以神的创造不是翻版 不是改良版 是纯属无中生有的 灵生从上面而来的熟灵生命 亦都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创造 与旧的生命有一个完全不再一样的轨迹 有一个不同的起点 有一个不同的终点 这个新的生命当中 不能够再用旧的生命的方法来办事 不能够再追求旧生命的目标 神的儿女拥有熟灵生命必然的倾向 是对真理有所渴望 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正有这个熟灵生命 很难想像 会厌惑读圣经 只会越来越有味道 越想多些研究 而且有这个熟灵生命 会很自然地将圣经的教导 付诸实行 爱心有自然的流露 助人的而且会变成快乐之本 尤其是帮人明白这个真理 见证福音 总会有一个无论得事不得事 总要救世人的冲动 所以自己也很愿意 很想去接受这个浸礼 来见证这个救恩 相反来说 重生得救的人 对这个堕落的世界 就有必然的厌倦 好像若白亲眼见到耶和华神 第一反应就是 厌惑自己 在尘土和奴灰中暴悔 若干卫斯利 有一些神学观点我不同意 但我非常欣赏卫斯利 对重生的追求 无论你今天觉得你的信仰历程在哪里 你都可以问 你都应该一直问 你是不是已经重生 你有没有这个从上而来的生命 耶稣说 犯作恶的便行光 并不来就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 是靠神而行 这个气暗透明的倾向 是不是你今天的生活取向呢 其实耶稣这里 就给了一个好的测验我们 你可以问一问自己 你厌恶读圣经多一点 还是意慕你自己多一点 你最终的人生目标 是实现神的旨意 还是重蹈覆车 追求所谓的自我价值体现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 慈平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在你当中得到这个生命 我们需要去重生 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力量去做这件事 是神力的工作 求神给我们思想 首先去思想 我们自己其实是不是已经在这个熟灵的生命里面 是有一个稳固的确据 我们有没有悔改的心 我们有没有信赖主耶稣你的心 帮助我们去反省 也帮助我们如果仍然觉得没有 去继续努力追求 使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些 我们原本是看不到的东西 可以见证到神力的恩典 可以见到光明 我们将这个祷告交托在神力面前 求神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就是一个生命以后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Jesus, I sing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Who brings the chaos back into order? Who makes the orphan a son and daughter?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of glory Who rules the nations with truth and justice Shines like the sun in all of its brilliance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unfailing love That you would take my place That you would bear my cross You would lay down your life That I would be set free Oh, Jesus, I sing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Worthy is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of glory 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lamb who was slain Worthy, worthy, worthy of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unfailing love That you would take my place That you would bear my cross You would lay down your life That I would be set free Oh, Jesus I sing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This is amazing grace 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土地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尚与我们众大英姊姊妹同在 从今继续见主你的面 阿们